美东时间3月5日6点 随着佛蒙特州的首轮投票开始 美国大选党内初选阶段最受关注的超级星期二正式起目 全美十几个州和美属萨摩亚的选民当天为两党党内竞选人投票 但由于此次投票覆盖多州横跨六个市区 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最后结果 在某些州统计邮寄选票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正领跑民主党选战 前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大幅领先 而超级星期二或是美国前长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 沿祖特朗普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机会 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3月4日发布警告 提醒领区中国公民警惕网络二手交易平台骗局 内文指出 近日南加州出现多起利用脸书二手交易平台 非法转售租赁车辆的诈骗活动 诈骗分子从租车公司租用车辆 伪造车辆文件复制车钥匙 以二手车名义将车低价出售给受害者 待交易结束后再将车辆倒回 归还租车公司受害者蒙受巨大财产损失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 在网络二手平台交易时 务必提高警惕 注意辨别卖家资质 信用和车辆文件真伪 交流过程中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保存与卖家的沟通记录和文件 并使用正规渠道进行转账付款 如遭受诈骗 请及时报警 法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3月4日以780票对72票的压倒性优势 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堕胎权写入宪法 法国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在宪法中加入保障妇女堕胎权的国家 法国总理阿塔尔在投票前对议员们讲话时表示 我们向所有女性传达一个信息 你的身体属于你 没有人可以为你做决定 在投票通过后 马克龙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 称赞这是法国的骄傲 向全球发出了信号 但此举也遭到反堕胎组织的严厉抨击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22年推翻罗素维德案裁决后 法国此次有关妇女堕胎权的表决至关重要 或在欧洲层面影响各界对于堕胎权的态度 菲律宾3月5日指责中国海警于南中国海 在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时进行了危险动作 导致其海警船与一艘中国船只相撞 中国海警船对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高压水枪 击碎了其挡风玻璃 造成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 这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是协助执行任务的两艘海岸警卫队船只之一 其任务是为驻扎在第二托马斯潜滩搁浅军舰上的菲律宾军队提供补给 中国海警当天也对此事件立即发表声明 表示菲律宾船只是非法侵入第二托马斯郊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发生轻微刮蹭 责任权在非方同时批评非方恶意删宣炒作 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